MING PAO TORONTO 去歐洲旅行我每次都一定會帶杯麵 因為吃得太多西餐有時都想吃有湯的熱食物 而有時旅程不太早就要起床 像我們今天那樣7點8點就要出發 餐廳還未開所以一定要帶杯麵 這裏是希臘的中央火車站 但我們不是坐火車 是在等一會拿車 因為我們租了車要去希臘北部的地方 離開亞典過一個不一樣的冬天 我們租了一輛保馬 現在驗車 祝我們平安 我們現在會去第一站 北上阿拉霍亞 在韓國太陽的後裔的取景地點 吃個午餐 這裏入油很好 我們是用茶油 這裏會有人服務的 不同歐洲地方要自己入油 非常好 我們的車本身有一半油 因為我們旅程很長 所以我們現在先入滿油 即是等於入一半油 要61元歐羅 第一個收費隧道 你看到有不同的牌子 我們要選擇藍色牌 就是有人服務的 這個人的公仔就是了 希臘是一個四季分明的地方 不說你不知道 這裏除了可以看到紅葉 可以看到櫻花之外 還有雪山 希臘是可以說雪的 不過現在還沒去到冬季 大概一至二月 特別北部的地方是會下雪的 哇 還有三分鐘就到我們這次路程的第一站 阿拉霍亞 很漂亮 很漂亮 這裏是可以滑雪的地方 雖然這麼曬 但室外的溫度只有三度 我們由雅典有十度 開車來到這裏只有兩三度 西海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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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感覺 全部紅色屋頂 幸好停一停這個站 不過我們這次是來吃午餐 逛逛 下次可以來這裡住 這些餐廳很充滿 外面也有暖爐 我們最後選了這間餐廳 這個餐廳很好吃 超級拉絲的 而且熱辣辣 好吃 這裡很多餐廳 看這些餐廳 可以看著山景吃東西 這裡漂亮很多 四圍都很漂亮 下次我在這裡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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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